高新技术产业把北京的发展拉向了西北 而滨海新区则把天津的发展 引向了东南环渤海地区 河北省近一己之力 在中间穿插了三合式作为纽带 但作用却不突出 如何将金经济3D有机的连接起来 一直都是个问题 而七环作为推动金经济一体化 又分担北京内环房产压力 是金经济环渤海经济一体化 多年来聚散分离的真正联系 从来没有一条道路像七环一样 承载如此多的交通以外的深根内涵 那么七环涉及到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对北京周边城市的意义何在 对区域楼市影响如何 今天地表从三维体图上给您详细的解读 北京总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 除东部与天津平林之外 其余三面均被河北包围 北靠阉山山脉 南围辽阔的华北平原 东南距渤海于1500间米 西边是太行山的余脉 2019年末 长住人口2153.6万 北京环路以天安门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六环以内全部位于北京市内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 越往外 环路的间距就越大 那么七环在哪呢 这就是七环的范围 七环的官方说法是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又称京津济环线高速公路 规划总里程约940公里 其中北京市境内 包括密云至浊州高速北京端 承德至苹果高速北京端 才50公里 而河北省境内的就有890公里 七环都已经修到了河北区了 这是要把北京扩大到河北吗 为什么七环要大那么多呢 修建七环的主要目的 在于缓解北京市区运输压力 所以并不代表北京市域会扩大到河北地区 至于为何要比六环范围大这么多 原因在于七环并不只是服务于北京一个区域 还发挥着推进经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而且大新国际机场建成后 就像环线高速的一部分 将成为沟通新老机场的干线 那七环的建设对于北京周边城市 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 把城德 兴隆 三河 湘河 廊坊 固安 卓州 卓禄 张家口 崇礼 孤园 丰林等城市串联起来 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其次呢 就是使得各个环金小镇离北京进了一大步 到时河北省将有多达11条高速公路直达北京 环首都经济圈 一小时经济圈 经经济都市圈等概念持续发酵 这也引发了环金楼市新一轮的卖联 这也就是地表下面要分析的七环对周围楼价的影响了 由于北京六环内的人口逐渐饱和 房价已经超出一般城市水平很多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相对便宜的远郊地区 而地表了解到一份调查数据 在3582名网友中呢 78.4%有益于在北京周边置业 其中呢 燕郊和廊坊最受关注 占比分别达到了26.9%和23.8% 其次呢 为固安 湘河 占比也达到了22.4%和15.1% 这些新城虽隶属于河北 但因为七环构建了一个四通八道的路网 加上北京市和周边县市齐心合力 打造沿线的各种配套设施 所以啊 大多的人都会愿意到七环之夜 这样一来 七环楼盘的市场是相当的大呀 而且 咱先不论住在河北去北京市区上班 这样的想法限时与否 就这些年来 北京日渐火热的楼市 随日历攀升的房价呢 至少也能够让我们看到购房者 在这些地区还是有不少的置业需求的 尤其是燕郊和北京只有一河之隔 距离北京的市中心天安门 却只有30公里 独特的区位优势 北京东部的大部分购房需求 都被吸引了过来 还有七环沿线城市 金基明珠 湘河 新机场概念 固安 北京南大门 桌州 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廊坊 都是近年来备受追捧的地方 这些城市呢 交通便利 气候宜人 绿化率也相当高 据北京市中心 也不过一小时左右的车程 在北京期款的北部和西部 更是形成了 承德 张家口等 旅游度假 地产项目带 与北京新盘日益匮乏的现状相比 以燕郊为代表的这类 辐射北京的购房热点呢 成为北京购房者 或投资者的分流区 在北京外来人口不断增多的这些年中啊 四环五环的人口过度饱和 六环日趋发展的人口呢 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完善 导致六环的人口也将日益饱和 城市单一增长级必然带来一系列大神事病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七环的建设引人注目 而从目前发挥的作用来看呢 北京七环未来值得期待 看完视频 你对北京七环还有哪些认知或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